為什麼這3613個逆指罰會不見 到底是誰的責任 而且不是我們來查的話 你們都不知道 正好不太對吧 你把我們台北市民的安全 到底放在哪裡 打開蓋子就可以關閉瓦斯的逆指罰 不但消失在路面上 而且數量居然多達3613個 讓市議員張志豪痛批 負責督導的慘發局 推諉謝哲 根本罔顧市民安全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公安問題 因為災害是不等人的 他什麼時候會發生 大家是不知道的 萬一哪一天又發生了一個瓦斯外洩 而又找不到閥門 會是什麼樣的概念 我們就講個我們議會的例子好了 好 這邊是我們的議會 這邊是我們議會大門 那我們的這個 面對我們議會的左偶邊 就是議線路 大家都應該蠻熟悉的 那我就發覺很奇怪 按照圖資 大家可以看到 有總管線在這邊 他有三條管線 是進入我們市議會的 那在議線路上也應該有三個閥門 就是所謂的逆子閥 萬一有一天台北市議會發生瓦斯外洩 而要做個瓦斯遮斷的時候 這邊有三個閥門可供使用 來遮斷瓦斯 可是 我們CG現場看了一下 大家看得很清楚吧 只有兩個閥門 只有兩個閥門 請問一下 另外一個閥門是怎麼了 埋沒了嗎 不見了嗎 還是圖資根本就有問題 我覺得這根本是草菅人命已經到了這個地步 萬一有一天我們議會發生這樣的火警狀況 瓦斯外洩 請問找不到那個閥門該怎麼辦 誰來負責 連我們市議會都有這種情形 那我們一般老百姓 一般的住家 一般的住宅區 這種情形會不會更多 我們等一下請慘發局說明一下 說明一下 在這裡 我想這個我要強烈的要求 嚴正的要求 慘發局 在三個月之內 要把台北市所有的閥門 做一個全面性的清查 找出來到底有多少閥門 是跟我們這個選區發生的情況 一樣是找不到的 或者是跟我們市議會的情況 一樣是找不到的 並且要追究相關的廠商責任 為什麼這個閥門會不見 而且要儘快恢復所有閥門 本來應該有的功能 才能夠確止防止公安意外的發生 議員陳佑辰表示 2018年東湖市場外 也發生天然氣管線挖斷意外 就是因為管線投資有誤 但因為沒有罰則 使投資錯誤的情形屡見不鮮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圖片 是我們在2018年東湖市場的巷口 就只是因為一個第四台的業者 要去開挖染線的時候 不慎就挖破了一個瓦斯的相關的管線 造成了在市場門口 這麼樣的大火發生 當天造成了人灼傷以外 還有6000戶的用戶因此而停用瓦斯 那原因是什麼 原因就是我們臺北市的管線資料圖 即使廠商在開挖前去套用了以後 還是會挖到錯誤的管線 這麼樣危險的原因就是 後來市政府成立了一個3D的圖資中心 可是我們發現其實目前這樣的3D的這個盜管中心的圖資 它變得流於形式 因為它沒有強制力也沒有罰則 所以各單位彼此並沒有約束力 造成其實我們市民朋友到現在還是陷在於相關的風險之中 那所以我來呼籲中央跟地方我們認為就一定要一次 一次徹查而且好好破釜成熟的決心 把所有相關的衛生 行銷還有這些Cable 第四台業者所有的管線應該要一次性的全面徹查 不應該這樣讓我們的民眾陷於這樣的風險之中 議員黃靖穎指出 在瓦斯漏氣點不明確 現場又找不到開關閥門下 如何縮短搶救時間是防災救災的關鍵 其實我們調閱了目前的通報處理標準作業流程 在標準作業流程上面明確的可以看到 要等到瓦斯公司的工班到現場來做開挖紙漏等等 或是關閉這個閥門 最常可能要等到120分鐘或是120分鐘以上 例如3月現在發生在這個志豪哥選區裡面的這個案子 現場的工班到場救災紙漏就等了90分鐘左右 所以人民的這個災害跟安全人生安全上面 真的可以等這麼久嗎 真的是讓我們覺得很疑惑 如何縮短瓦斯公司的工班到場來做開挖紙漏等等 這些事情的時間 黃金時間應該是最重要的 所以防災跟救災的關鍵應該就是時間吧 那市府應該立刻來檢討這樣子的SOP跟流程 而且我希望是可以立刻來做檢討 因為人民的生命安全絕對是不能等的 並且要強化跨部門在這個救災 或者是搶救災害上面 在現場的協調能力跟整合能力 議員林真宇則發現 台北市每年有數百起瓦斯外泄事故 但產發局網站上的天然氣外管線漏氣記錄表 卻只有到109年3月的統計資料 不管今天的投資問題還是怎麼樣 我們有發現到一個很重大的問題 在這五大的瓦斯公司裡面 主要督導的局處是誰 產發局 但是大家知道嗎 在產發局的統計資料表裡面 在我們的公共事業 我們的現在的官網 我這個一整個禮拜一直不斷的更新 到現在裡面的公共事業 裡面有一個叫做天然氣外管線漏氣記錄表 大家看得到 點進去 最後最後更新是在109年的3月 如果連最基本的瓦斯外漏的記錄都可以延遲三年不去更換 請問一下台北市人民的安全在哪裡 已經三年沒有更換了產發局 稍後要麻煩產發局給我們說明一下 為什麼這麼久的時間沒有去做任何的更換 我們可以看到在這裡面完全可以詳細的記載 每一個區域什麼地址哪裡有漏氣哪裡有汰換 這些到目前為止三年沒有更新了 現場產發局承諾會在4月14日前完成網站更新 持續督導瓦斯公司太患老舊管線 並要求4家瓦斯公司在三年內改善 讓被掩埋的3613個止氣罰重新出現在路面上 記者臨期會台北報導